赢沙都 是的 来看一下狼队这第一手班位是搬掉急速通稿的 其实我觉得狼队选到市场红业作为自己的王徒啊 是可以理解的 因为他在整个赛季遇到Estar的时候 你说好巧不巧 他当时那个时候是狼队先获得了这个首次的选途权吧 他们选的都是市场红业 都是市场红业 我刚刚就想说 那那个车间没有选出来的话会被搬掉 但狼队这本没有选择针对 而狼队今天是把空杠给搬了 老街空杠 明星的空杠 就是他给我一种鱼弓一山的那种感觉 只要我坚持撞这种墙早晚能塌 迟的有一天空杠这一堵空气墙得被他撞塌掉是吧 对 就是他真的在那个点上 一直会被对面迎头而来的对手给撞下去 就不管是谁 这也算是幸运儿吧 起码镜头会更多一些 虽然说对比分来说不是一件好事情 但更厉害的就是即使被撞完之后落到第四名 他还能超到第一名冲线 这件事情确实能力 但今天咱就不想那么多了 搬掉 那么关键的比赛就搬掉吧 而且一四大这边也是搬掉了明星爸爸的林孟泽 对 然后老街也是最近对老队来讲 让他们选择网图的 手足用车 明星要不要用 明星跟风华对上了 是的 那如果说明星能拿到这11分 那这个手足的优势可能在2比2就当然无存了呀 其实那这件事情的话就得看阿蜜一会拿石区怎么开 在哪张地图上看 对 好像会选什么图 可能第一张图拿不到分数 但是如果换到比如说第四张图的时候拿到了 这也是一样 是 看一下起步 而且阿蜜开到了柯尼赛格 不连的明星起步依然很快 这一把风华被压榨的第四明星冲了出来 这张图在昨天之前还是他的进入宝石赛道 怎么说 前面飞歪一个 阿蜜 但风华也还是在第四 但是距离有拉近0.1的这个时间 这里能顶一下一下阿蜜吗 自己没有点到ECU 他其实撞到阿蜜了 但是因为ECU看得比阿蜜慢 所以还是落后 是 前面视角给到宁青 看一下第一圈35秒38 这个记录好像有机会呀 是 但是风华的这个后追也很快 直接顶开阿蜜 这目前来到了第三 看一下前面阿蜜跟宁青 差0.4 这0.4的距离 宁青能从细节上 去反超吗 算了 11分重要 而且阿蜜刚刚他的衣服在前面 我乍一看我以为是 本场的阿蜜 对 收一收阿蜜 三分之后的阿蜜现在也上来了 0.5秒的差距应该是男人实现反超了 1分 82.8秒 大家看风华能不能追进来9分啊 1.94追进来了 1分 那这一张图对蓝队来说不亏 不是可惜了 虽然说本身距离记录也差着0.4 0.3左右 但是给到一个失误 脱飘 对 把风华给放了进来 同时阿蜜也跟上来了 其实不亏 怎么都不亏 亏不亏得看一会儿阿蜜 因为宁清本场实习已经有完了 一会儿是阿蜜对阿蜜 但其实 阿蜜这个实力 对 而且你要回想一下 阿蜜之前在JCR的时候 他也不单单一后位了 是 也是双合的 也是跟阿蜜有交手过的 是 所以说我觉得 不要忽视掉阿蜜的个人实力 我觉得他单点去对阿蜜 应该也能不留一下 没有忽视 但这一场的话 其实我也觉得 如果空华能够出来的话 在诸位纪公园上 他是完全能跟宁清白手腕的 对 但只不过就是 现在毕竟主动权在对方 就这辆车 我觉得狼队一定不会 先以阿蜜的优势车去打优势 对 对 而反倒一大二的话 是必须要打阿蜜手里的车的 两边的侧重点不一样 没错 看一下一张手足打完之后 双方的分数没有任何差距 而宁清 今天手图手冲 这让我想起了他昨天 不知道今天的状态 还能调整成什么样 而且说实话 第一局打完之后 看起来宁清的状态 好像很兴奋 嗯 而且包括他这个起步啊 今天一冲出来 不愧是十分的起步 看下张图 十张红叶 蓝队的王国路 看起步 林清这个起步十分 应该是有东西的 如果说这张图还冲出去 上张图好歹咱说是占了一个车的游戏 这张图完全同车的情况下 看到命能够依然抢了第一 看命 不良灵魂 林清最右边好像出来了 命好 起得是真快 现在是跟风华有这个0.5 0.4 阿山还有卡加尼 回到第三位 同学过来之后 阿尼落到第四名 不过现在大家的场景的话 都在一秒 嗯 这个不是很大 暂时能跟索 就怕前边谁出现一个连带 风华对吧 谁都是 又记录 记录跑圈 风华就被接上墙了 但是复卫点的很快 你连带到 是 但是这样的话 距离来到了1.5 林清在前半圈 已经领先的这一影子0.1了 而且这个领先还有在扩大 先上来之后 还是1.1秒 稍微慢了一下 但是看一下后面的风华 已经来到了2秒 就快出的话 也比自己的影子稍微慢了一些 是 但11分肯定是有的 只是这一局后面好像都得跳秒 阿尼 6.66 真是666啊 这林清在赤字红一这一张图的影子 很少有人能跑出来 对 他自己跑出来了 这一选就能跑出来吗 一选就是一个零六钟 郭先生就像咱们说的 全通车的情况下 他起步最右侧 确实就先杀出来了 你杀出来的话 后边的三个人在彼此较量 他只在和自己较量 对 而且有一点起步 他起步喷以及 起步喷加侧身形结的快 对 说明他今天是非常专注的 就那0.0几秒的时间 他能一下就把握住 对 这个抓机会的能力 来到这个赛之后 林清把自己的竞技状态给整个调动起来了 从前两个人出来看的话 那天这边的状态完全不用担心 非常好 对 但是我们反观 Espire这边的话 其实刚刚我记得 我提了一嘴 我说 凤凰目前的话来到2秒开外 但是后面 再到重庆的时候 就变成了阿妮了 是的 阿妮本身刚才是1.0几 对 一开始是他最后追你停的 反正到那个意思有点了 出了失误 就那一前后的时间 但这一张图四分啊 现在知道为什么了 对 每次遇到Espire首途都选这个 然后现在王陈也选了这种 因为这一张图四分绝对优秀 宫华的S跳一 阿妮最后十点线前的上强啊 对 丢了一分 还行啊 没点意啊 叶米沙都 哎 打套路了 Espire 双永夜 对双流魂 这样的话 咱有可能分数 还进一步要被狼队套走的 肯定要 就是他们要看两辆流火留在什么地图上能把这个劣势给搬回来 咱一会儿再说先看完这场比赛看一下分数 阿神这边起步要被夹了 你起步要更快 建林静也还没有出去 Espire双领跑 对 但是目前距离都不是很远 看一下这边跳起来 再弹 哎 风华弹上强了 稍微连带一下 但不严重啊 但不严重啊 看下后续 你说流火追永夜的话 其实是好追的 好追 反超好追 就这一个跑法不一样的点就已经反超过来了 这里再弹射过篮 阿神前面领跑 风华这个距离一直在0.8 0.9 1秒 这个来回横跳 跟的话到第二圈应该是会被甩开到9秒以外的 不不不 10秒 未完10秒 9分以外的 先看一下我们的前拉您后追 而且前面阿神跟林静 林静要控一下自己的节奏啊 对 跳起来这边再弹 WC到W 就蹭到了一下 踏了一下 风华2.3 3.1 拖飘出去了 应该是 阿妮已经在努力的后追了 这个细节路线拉的已经比较的满了 但即使这样的话 因为赛车差距还要被拉开 现在是1.0 是 前面只要阿神不失误 阿妮是B跳 一延续下来之后 看下这个残船是否拉起来 WC到W 2.6 林静失误了 2.2 嗯 这个点后面没有失误点了吧 可能就是刚才那个弹射 对 我刚刚说能否拉近 哎 2分 林静这几天跑这张图 在那个弹射点其实都拖飘了 嗯 以至于前天比的时候 暴力 对 它是弹射的路线起的 但最后选择的跑法是暴力 因为对流火这辆车在第二圈的那一个弹射点 它是可以用暴力的 而且不会慢多少的 嗯 但这个优势只来到2分 对Estar来说吧 就能接受 很能接受 在能接受的边缘了 其实我是这么想的 Estar现在一定在赛前做足了准备 他们已经在脑海里边想清楚了一套 战术 嗯 但是有时候战术其实你是需要灵活运用的 就今天前两张图打完之后 其实对Estar来讲套的分有点多了 6分 3张图6分 两张图4分 这张图打完之后6分 嗯 对吧 你6分的话 其实你只多了两样流火 嗯 你这个分数是很难通过一张图给套回来的 是呀 对 但是我觉得Estar选图一直以来 我发现啊 他们很喜欢在落后大分的时候选出难 虽然说今天 空港老街都搬掉了 对 你落后的时候你选出难图 难图你能用流火门用不出来的 对 所以说你必须要在四五张图的时候 快速确定后边到底应该怎么打 或者说你这个优势车到底 你们应该几时用 嗯 昨天是不是Estar用流火打飞跃审舟 是他们吗 嗯 东方第二笔抢机的时候打出来了 嗯 我记得昨天有人用了 对 飞跃审舟可以的 但如果说选飞跃审舟 狼队只需要处于亮色舞空 对 就能完美的化解掉 登机甲 但前三张图都是狼队冲的线啊 嗯 看一下Estar这会比选 对 而且凤华 九八七 再慢慢下滑是吧 再不行 有点晚了 应该也没有想到在首图诸如记这张图上就被宁青给抢到了这个十一分啊 但是我觉得其实在首图啊风华一开始拉开大距的情况下后面能后追到这个程度已经很快了 明星雾触了飘一箭 这里还磕了一下 旋转跳跃 倒具跑法 他闭着眼 还是选择到飞跃审舟 而且阿深看到了孙悟空啊 如果说这辆孙悟空能把这个十一分给拿到手 那相当于两张流火的优势就完全的被弥补回来了 就相当于两张图白打 对啊 但或许他们可以再继续打数 但还有一辆凌卿的呀 对 就分数可能会被打过去一些 但是你前两张图的分数到底能够拉开多少 看一下吧 凌卿起步是要更快的 但也就仅限于起步的两个侧带 那你是不是6.9的起步啊 应该是十一分受限 但是目前的话是一直在双面跑 二神速飘 速飘过来之后 来到了0.9度 没关系 呃 淡气开早了再断了一个 那这里少淡气了 延续过来 就是释放 少足足一管系 这里再卡一下 再卡一下 有点小多余了 那速度还是很快的啊 直接直线反超凌卿 对 现在送风有在拉近 第一风华 还差点8秒 0.7秒还在拉近 我们再接过来 有失误 阿妮让了过去 阿妮来到了第一 阿妮只有6.4秒了 这个分道还比赛卡凤华 卡到了阿深 凤华自己的一死游戏有点歪了 而且脱飘 风飘过来 风飘过来 那凡超被拉开了呀 凌卿也脱飘了2.0 但是这样一来的话 阿妮越跑越远了 这个跑法 从右往左拐 最极限的方法 但是 待机节奏出现了问题 还可以再调整 快逐过来 这样的话 把阿深跟凤华都放进来了呀 这一把两辆流火 打出来 2分 放进来 阿深跟凤华没关系 其实关键是 他把凝卿放进来了 对 因为凝卿刚才是2.0 嗯 不管怎么样 你凤华跟这个阿深都是同分的 相当于第一名的 这个本来应该能多1分或2分的 对 但2分 还有一辆孙悟空 我觉得可以了 两辆流火 可以这么打 一辆一辆打 拆着来 对 不要两辆一起上 这一局也好在阿深 前期节奏没那么好 然后不能冲出去 包括后续 其实凤华是有 能够影响到阿深的 对 但拆着来啊 就有另一个事了 你拆什么那一辆 你先拆阿妮的 还是先拆凤华的 先拆阿妮的会好一些 先拆阿妮的 跟凌卿 对啊 先阿妮跟凌卿 对 我是这么想 确实 接下来带出孙悟空的话 是很有可能 狼队这边凌卿就直接出了 是啊 所以说你下一个人 大下率要对到凌卿 嗯 你觉得 但是你再想 当把凌卿让孙悟空 再对掉之后 剩的那一辆孙悟空 如果剩的是阿妮的 其实还能挡得出来 所以你觉得 应该先拿凤华的队 凤华有赛车优势的情况下 他打得上 他打完后 他们吧 就像侏罗季啊 对吧 虽然说天天侏罗季 丢了一点分 但整体表现其实还可以的 对 而且 那个时候也必须要打 嗯 那个侏罗季 两方是打完都同分的 对啊 其实是有一战之力的 看一下地图吧 嗯 就反正现在的E4的战术 要围绕着这两辆孙悟空 然后具体要先上一辆还是两辆 还是有待商圈 反正这么说 还剩三张图 嗯 你如果要拆的话 至少就两张图出去了 对啊 完全可以啊 只要你能赢分 现在只有四分的劣势 就稳着打的话呢 打到最后一张图之前 分数差在三分以内 是完全可以做到的 嗯 而且我觉得可以先在这个时候 先打掉一辆 然后能留一辆放到后面 霍比特 就如果说有加赛 嗯 如果说有加赛的话 那还得把奥迪娜给打掉 对吧 是 但现在才四张图 其实还早 只要能进加赛 那什么战数都能打出来 对 先来看一下双方的这个车辆使用啊 目前的话 狼队这边是少了让送风的 其他赛车的话也都是 几乎持平 有量这样的双身 对 都是这样双身没法打 打不了 基本上 你要打超新ED 或者说打新梦 都有点拖沓了 而且 就是如果想要打的话 等一四二这边选 但是选出来的 刚刚说的这两个图 都是狼队这边的王图 下张图选的是眼光光城 而狼队这边没有用送空 这样的话是只有场上安妮一样送空 相当于我们刚刚设想的那种情况 给调转过来了 对 就是风华得对到宁钦 安妮自己一个人去跑拉开分数 狼队好稳啊 狼队没有几真一时的分数 对 其实他的目光其实就是在想 这一局二维他必须要拿 打几局不重要 他一定要拿下来 如果这样想想 好像在前期先让风华拿 是不是效果更好 谁想想风华 淡气没满 有点烈 还没还没满 空开淡气 落地的话气也没满 起步2.1 再卡气 看一下这里稍微过来 选策 快三秒了呀兄弟 嗯 起码这个后追加成是吃满了 对 比阿神跟林青豪满 距离远一点速度更快嘛 快了之后后边好不好空 这张图其实是好空的 但是看到风华距离还有的拉大呀 已经4秒了 硬管 阿神这张图确实稳啊 我和阿妮两个人其实 始终是距离被拉开的 一点拉开因为确实前车赛车优势太大 对 但风华4.3了呀 这样一来的话 这辆所有空 没有打破他的优势 呃 影子已经不来了 1.1吗 领先1.1啊 要跑2吗 阿妮 看一下阿妮的这个极限操作 啊 我看到影子了 真的在后边 不会吧 不会吧 彈过来没有失误 还是有1.1的领先优势 是阿妮 得好这一个影关节 一分再上来 彈过来 彈过来 没有失误1分 2分91 我们得高兴阿妮 哇 我头比一发吗 拿下张图的记录啊 在不看分数的情况下 这一场阿妮完完全全打出了属于她自己的能力 是的 而且在当时是超了自己的影子一点多秒的 上一场有风仔的依靠自己个人能力突破记录把分数给拉开 这一局还有个阿妮 虽然说这一局分差应该不占到多大的优势 但这个成绩太快了呀 但是阿妮 还有一部分还是得提一下我们的吼玉龙熙 是 是的 这个腾空宠是真快 这个开局四次腾空宠就增加最高速度 但是啊 我刚刚看到阿妮在冲进一番二二的时候 我有留意到 凤凰好笑的 十二七 呃 风花四秒多 然后两位狼队的队员都是两秒开外 嗯 先不重要 先恭喜阿妮 先看我们这个一分二十二的新记录 对 拿下这张阎光王城的记录 是的阿妮 这张阎光王城的记录 距离国服也就差这么一秒多啊 这应该当时还没有回龙溪吧 看一下打破了一天的记录 你天吗 嗯 你不要说什么 九一两天时间 一天能给你快个一秒 上线到底在哪 还不知道 三分两分 这张图一大赢一分 能赢就不错了 如果用一段送攻击赢一分 其实还是很亏的 亏是亏 但是看到风华这一张图 前面的失误 我觉得这一分其实也挺好的 嗯 只要十二分或者平分就好了 这张图打手顺子 怎么说呢 我觉得对于三来说 可能 这个一分是可以接受的 但是 我觉得对于风华的状态 其实他昨天打出了一个很亮眼的表现 但是今天 我觉得这个状态 还是得看他后续的这个调整情况吧 对 就是这个状态就是太不顺了 这个顺子 不是我是怕 可不行这么顺啊 还是要打战友双生这个点了 嗯 选到了朝鲜基地 但是我前面有提到 朝鲜基地它也是狼队的一张王图 那您先看到的是双生 先看起步 双生起步之前来看都是能出去的 对 现在也出去了 但是刚刚风华 阿妮跟风华两根起步卡在了一起 阿尊这边卡了一下阿妮 单队的双灵跑怎么破这个局 阿妮沿上了 这里拉个暴力 调整回来了 按这几天的经验来看 方宁清单人跑 基本上追不了 不太秒 有可能都把影子给你跑出来 送了轻轻加速带 看一下后续就后追 这是她自己的意思啊 23076 但双生应该不至 没有任何问题再延续 不是 不是风华3.3啊 阿妮没弹出来 风华的后追确实还是令人黑了 但不会很快 是的 但是这样一来的话 把阿妮放过去 左地硬拐 0.9 追不上 1.0 甚至可能要跳秒 战药双生追不上 双生战神 太稳了 看一下再延续过来 一时一路 哎 又一路 无效了 这一局伴随着阿妮的无效一心 啊 宁清 把影子给跑出来了 而且比影子更快 她的0.1 看一下再延续过来 最后坎射 没有任何问题 最后的弯道可以实现 你的极限到底在哪啊 1.23秒52 没有人能知道年轻的上限到底在哪 不管它开的是什么车啊 这是一辆双生战神啊 呃 我还是想用一下你的句话 激后赛都是什么牛鬼蛇神啊 他们都是 这跑的都是什么啊 新战术新宠物 这算新什么啊 新死 数不到词 江还是老的辣 第十一届的新人 明清 呃 怎么说 新一个用双生战神跑 跑赢自己原本记录的 新时装 好 好吧 太高发了 真的 好 而且这一局跑完之后 基本一把这一局2V没得追了 就随着阿妮的那一刻 无效 ECU 大势已去 基本上 想要进加赛都有点难了 我觉得对一赛来说 只能说很可惜 因为其实在 阿生给到失误之后 其实阿妮虽然说她没有办法去反超 明清 但是 其实跟一个 但就算她跟住的话 后边的分析其实也有点大 就怎么的这局都是大分 那明清 说什么 听的声音了吗 他破纪录的这个成绩你怎么跟啊 对 双身战神啊 本来是想用来反打的 对 打的是你烈士车 要把你烈士车的 结果你开了烈士车 还破纪录 把纪录给破了 对 先恭喜狼队明清 打破了自己保持13天的纪录 无言听着这个BGM摇了摇头 打不了 没话说 真的没话说 而且 这辆双身战神 什么战术能打你明清啊 20分15分 这一局5分 本来是想以底之长攻敌之短 对 本来是想再进行一个赛车的反打的 结果她把记录拿下来了 用一辆烈士车 追到自己的影子0.1 113比上105 8分 嗯 就接下来至少要一张图 把超前基地的所有分数给追回来 嗯 呃 从班位上来看只剩苏格兰场 嗯 空港跟老街全没了 我高枯 苏格兰场 8分 这局得追5分 先来一把超前基地这一张图 丢失的分数给追回来 嗯 这辆蓝波基尼同色同丑 其实不光是风华啊 也是阿妮这张图 两个人必须要完成双向的救赎了 对 但是这张图我觉得在本个赛程中 也打出了很多的名场面 先来看一下双方起步 两左两右 起步能压一下宁青吗 得压得住啊 不然这局是没机会的 Estar双底跑 但距离很接近 风华稍微让了一下 现在宁青卡在二三米徘徊 还上不去 风华能不能干净 反向一声 机会来了 是的 3秒到4秒都还在高大 而且没有淡气 这局Estar 而且阿妮还在跳秒 这局真的有机会 看一下目前的话 宁青还有再拉大这个距离啊 5.8 阿妮在前面领跑 所有的节奏都掌握在自己的手里 只需要拉回来5分 加赛就还有 目前来看的话 这个分数绝对能够支撑他们的梦想 看一下他们后市的这个稳定性 这边再甩尾过来 阿森在后面想要追 但这个分数也还是有点难追 1.6秒 而且这张图阿妮太熟悉了 后面那些还有15 6.5了 还有再拉大 看下目前Estar双领跑的情况下 阿森怎么追 一张苏格兰场 还能再创造一次奇迹 看一下进步到室内 孟华也被吹跳秒了 先行的记录也被跑出 阿妮说不服 今天她也想要拿到这场比赛的胜利 但是此时此刻距离先行的记录 还差0.1秒 宁青啊 现在记录其实不是很重要 只要放手能拉回来 没错 只要能让比赛延续 Estar 甩起来 甩吧 不甩了 就一根弯道甩过来 小柯一下问题不大 这局阿妮11分 能到手 看一下后面 2个跳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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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分 6.77秒出现 7分 现在Estar把分数搬回来 仅剩1分 哇一辆输个篮场 一张输个篮场 不光可以把比赛拖到加彩之中 而且在第8场中的时候 他们只落后了1分 1分 Estar这支队伍真的是一支奇迹之队 是的 我觉得打到现在为止 给我们带来了太多的这个惊喜和意外了 这一局MVP给谁呢 我觉得我在想 这一张 风华得占一半吗 我觉得 因为在那个弹射点之后 凌晴和风华两个人相互纠缠 风华就不肯把凌晴放过去 才导致了凌晴有那个贴场 以及反向ECU的失误 再而知就是后续的后追 因为凌晴这时候来讲很少 或者说从来没有过 用后这么远的距离 对 而且我刚刚看到 就5.8 他出现失误之后 还有再拉到7秒 你要知道凌晴 他一个赛季场均得分在10以上 对 他几乎就是没有过 不管在任何图上没有过落后 这么远的时刻 而且刚刚凌晴还用这个双身战身 然后拿下记录 风华说反应我可太熟了 昨天起码试过 对吧 这个滋味不太好受 我既然出现过 我就知道是一个什么原来的 我就施加给你 就昨天跟风仔状态互换 今天跟凌晴换一下是吗 虽然说只换这一张图啊 但一切都值了 这张图真的够大了 一张图够了 起码学念还保留着 是的 比赛还在继续 一斯大还有选图圈 两次的机会 其实一斯大可以考虑一下 板枪加特兰蒂斯 直接选吗 嗯 但是其实这张图 狼队也常选啊 就是双方的这个军分都是在19分以上 19分 其实不在狼队他能跑多少分 不要是 一斯大二是 对 一斯大二现在就是要做好自己 像这一局一样 这一局你说一斯大二拿的分数很高吗 20分 其实不算很低 但也绝对不算是最高的 满分21嘛 对吧 你如果正常狼队拿一个20或者19 你这局都没了 是啊 所以说就看自己先做好 然后再看最爽拿多少分 先看一下这一局的回放 明晴这个飘过来 被风往挡了一下 然后身上一斯大过来反向 这一段啊 是你会回来之后 那个目前也挺不好找的 不好找而且没带你去啊 看一下这张图 一斯大二到霍比特 一边圆琴一边序列 嗯 其实如果这张图打完 一斯大二还有选择权的话 诶 丑明山 对 可以 但是奥迪娜 其实也能力对 看一下这局 谁能战予是吧 风华将军风 起步 掉到了最后 我真的没想到 他是总共拿风华去对明晴 然后这边阿妮有点拖 对 狼队又是双领跑 而且明晴冲出来了 反射过来 但是目前距离不是很远 看在后续这个后追 有一个抉择 因为是 赛车风华过去 赛车有劣势的问题 必须得让风华去追 对 现在的话阿妮是1.3秒 如果算下来的话 其实跟差有点大了 这一局 这一局 萨迪跟一个 20 他们能接受 风华这边又上墙 没淡气 这里要平跑一段了 而且快速也没喷 对 阿妮上来了 再卡气 这局还是得看狼队给机会 对 而且宁清越跑越远 宁清的意思又有点贴 而且磕过来 零磕两下 阿神普威上来 两个人酷了 而且都跟上来了 怎么说 看起来还有机会吗 但这样的话其实 因为离他太近了 我觉得阿妮还是正好跟住就好了 要卡吗 硬卡 但其实 路线1.5 后边三个人起座一传 前面阿神先跪近道 这里也没有人选择冲撞 延续过来 再甩 这一局狼队阿神能拿到11分 但是 对于萨迪说 只有一分 其实结合刚才的分数 现在是最后一张图 落后2分 一切皆有可能 在不重现的情况下 这对于Estar 可能是最好的一个情况了 如果要再去叫个针 可能就是这一局同分 对他们来讲是最好的 但是现在还有机会 林青给机会了呀 就那一个ECU ECU过后的坦射 科右长再科做 他先是ECU歪了 所以导致自己的路线就不好了 后面那个坦射角度 其实也连带出来了 就是ECU完之后的路线 因为他不是特别的熟悉 没错 或者其实你也有这种感觉 就我们平时在跑图的时候 你一旦说有一点点贴墙 你会觉得车有点不可控吗 其实我刚才感觉啊 嗯 就是啊 就是林青 他那个双杀财重 哎 就是自己的操作时 也是 对就是完全就是那个弹射的问题 但两分哦 两分啊 对伊萨尔来讲 原机之星 而且有一件事情 嗯 他们在A1阶 那三天痛苦的历练里 其实只拿到了一个大分 嗯 就是这个 就是面对狼队的那个2B 对 就是打狼队 就是2B 那是他们这一个赛季变好的开始 虽然说后边也是连败 但是如果我们叫之前的A1阶来讲的话 他们曾经在A1阶里边也同样的臣服过 但是一分没拿 对 但现在 就两分 是的 看伊萨尔怎么选了 而且有一辆远远期的优势 就是要打远期的优势 必须得打 有很多五星的单圈图 其实都能打远期 嗯 但是也都能被奥丽娜给磕掉 对 就比如说反映 你这个时候其实已经 没有办法去想奥丽娜的事情了 对 奥丽娜一定有一定能选出来 一定得选 哪张图 你双远期跑得好 你就跑哪张吧 这张图说实话 拿风华去对啊 去对宁清已经很冒想了 但是不给显中球啊 嗯 还是博到了宁清一个失误 对 还是对上 而且我觉得其实可能真的打的 不是风华跟宁清这个点 打的是阿生 怎么说 你没孙悟空你拿什么打 呃 打远期是吧 对 他打远期的 清元春 选择到了清元春 剑走偏锋 就大家都知道 崇明山是最适配远期 来打奥丽娜的 那他们篇步 对 嗯 但是不知道这个剑走偏锋 会不会打出一些新的 我觉得可能希望就在这个剑走偏锋 嗯 两分啊 考验所有人了 其实是 看起步了 那先给你狼队制造麻烦 起步 宁清先占出第一名的优势 因为全歪了 谁有谁 宁清没歪 宁清出来了 对于狼队而言 只要宁清能出来 这局的胜利就还能得以保障 但前面有失误吗 也没有 哎呦 风滑滑滑的时间1.8秒 而且阿尼可强了 对阿尼可强之后距离又来到了1秒 这个进走偏锋 好像 情况不太对了 在甩尾 宁清已经给过失误了 而且还给了一个失误 但是 你还奢求他给你再来多少失误呢 有拉近 但是目前0.5这个距离小后追 而且两分的差 其实必须最后那个兜底的人 是狼队伊斯大才能赢 对 现在伊斯大唯一的胜利的方式 就是阿尼反超宁清 然后阿尚再15 那就是两个点 对 拐过来 哥强 阿尼反超 第一点已经来了 但是后面风滑 距离阿尚有一秒的蔑视 对 这局要撞滑 要倒了 要把阿尚倒上去了 风滑也撞去了 阿尚最后稳到了最后 我们得恭喜狼队 好战9局 有惊无限 阿尼知道他这样冲赢不了 嗯 必须得当 对 但是 当一个 说实话还能做到 想一起当俩太难了 就得有一些运气成分了 嗯 刚好把阿深给放出去了 哇 真的就是在2v的比赛当中 关键时刻你还 也还是得两名选手一起站出来 没错 没错 阿深起码今天能顶住了 其实 说实话 说句 可能会激怒一些观众朋友们的话 就是一扎打进加赛 已经是运气很好 嗯 哦 真的是因为第7张图的时候 狼队犯了不可逆的错误 但是打到第9张的时候 其实阿尼你会发现 他非常的清醒 嗯 他满 enam容去全知道 他为了胜利 他需要做什么 刚才那种判断 其实在通常来讲的时候 我们是不会做出来的 而且一直 민ivamente想不到 就当时起码 我们几个都没有反应过来 对 就真的是他做完这个操作之后 再回想一下才想到的 只能说还是 差一些 嗯 对 但是整场2v打下来 我觉得不管是狼队这边 还是一赛这边 都是有出现一些比较较大的失误的 嗯 只能说根据这个道具赛之后 希望能够再调整回来自己的状态 毕竟今天这场比赛非常的关键 你要说最稳吧 今天最稳的是阿尼以及阿胜 对吧 阿胜分那么多 对啊 但其实你如果论整体状态的话 确实没有阿尼稳 阿尼冲得多一些 对 前面起步的三个ECU 而且阿尼这里 挡到了一个第二个挡不过去 对 没影响 之后把阿胜放过去 他是雷诺车厂的车 对 你想去挡他有点难 MVP给谁 给到了狼队阿胜 三次冲线 如果说在常规赛 以及肌肉赛的A阶阶段 大家对于阿胜有质疑的话 我相信这一场比赛 应该不需要再质疑了 甚至来到这一周之后 我觉得都没有资格再去质疑阿胜了 他已经完完全全用一场又一场的精彩比赛 去证明了自己值得这个位置 稳定性 在常规赛的时候有问过他 他想要找回一点什么东西